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早上7点13分40秒 好 这个又是一个礼拜星的开始 但这一个礼拜感受应该很不一样 因为刚刚过了四天的连续假期 那么这个礼拜呢 只要工作四天 又会有三天的连续假期 好 打起精神来 好好的干活啦 兄弟们 好来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今天呢 北部地区 东北部地区呢 一改过去四天连续假期的 晴朗稳定的天气状况呢 出现了东北风 而且带来的风面 不但降雨 同时呢 温度也会降温 所以又降雨又降温 那天气的变化呢 跟前几天变化幅度非常的大 提醒大家 现在起床的时候 要小心注意 好 这个北部地区 阴短暂雨降雨几率70% 白天的温度是23到24度 这一波的东北风呢 它会一路的往南推 包括了在东半部的花莲台 东一直到恒春半岛 西半部呢 大概会到桃园新竹苗栗 可是台中以南呢 就不会受到影响 所以呢 我们看到中部地区 仍旧是晴时多云 降雨距离是零 白天的温度是26到33度 南部地区晴时多云 降雨几率也是零 白天的温度是24到33度 而东部地区则是阴时多云 短暂雨 降雨几率30% 澎湖地区也是多云到晴 降雨几率是零 白天的温度是26到29度 所以整体来讲 北部地区一直从基隆到苗栗 而东半部地区从这个宜兰 一直到台东呢 今天会转为有雨 而且降温的天气状况 但中部以南 则仍旧是晴朗稳定 那白天呢 温度比较高 我们来看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24度 台中 花莲 台东 还有澎湖 26度 台南跟高雄27度 宜兰是25度 好 这个是呢 这个今天的天气状况 那么未来呢 这样的一个天气形态 可能会一直持续到 国庆的连续假期 而国庆的连续假期呢 也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 有一个 现在在台湾东边 1800公里的海面上 有个热带性低气压 正在发展 最快今天可能会形成台风 它的路径呢 到目前为止 各国的预测呢 差距非常的大 所以呢 还不能确定 到底在国庆连续假期的时候呢 对台湾的影响 是到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形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美国股市 在上个星期 我想现在全世界都知道 因为川普染疫的消息呢 传出来了之后呢 使得美国股市四大指数 都是下跌的 这里面呢 科技类股呢 近乎屠杀 但是呢 一般类股 因为有包括了 航空类股啦 它的这个援助协议呢 接近尾声了 然后还有包括了一些 一般传统产业类股的支撑 所以呢 一般类股跌幅比较轻 但是科技类股的跌幅相当重啊 道群公益指数呢 只有小跌了134点 收盘指数是27,682点 跌幅0.48% 可是纳萨克呢 大跌了251点 收盘指数是11075点 跌幅2.22% S&P指数下跌了30.36点 收盘指数是3348.44点 跌幅0.96% 费成半导体 则是大跌了70.65点 收盘指数是2221.12点 跌幅高达3.08% 从数字上面就可以看得到 科技类股跟一般类股的两样型 五大科技巨波FAMC呢 通通都是下跌的 那么包括了这个苹果 跌了3.23% 微软跌了2.95% 亚马逊跌了2.99% 然后呢 Alphabet跌了2.17% 然后脸书跌了2.51% 而台股的ADR当中呢 四家公司呢 当然它的ADR都是下跌 那么中华电信小跌了0.03% 但是呢 三家半导体相关的跌幅 都超过了两个百分点 台积电跌了2.21% 连电跌了2.63% 日月光跌了2.81% 好 另外在油价的部分呢 更是重挫 那么纽约原油期货价格 下跌了1.67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 这个37.05美元 跌幅高达百分之4.31% 而北海布兰特原油 大跌了1.66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 39.27美元 跌幅高达百分之4.06% 自家哥黄豆期货呢 也是小跌了2.75美分 每普社呢 是1020.75美分 而至于黄金的部分呢 也是下跌了8.70美元 那么每二十的报价是 1907.60美元 跌幅百分之0.45% 而至于在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反而小涨了0.1个百分点 来到93.823 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 都是开低 不过随后呢 市场解读 因为川普染疫的关系 可能会使得美国呢 的这一个纾困方案 通过的几率大增 所以呢 使得欧洲的股市的跌幅收链 甚至于涨跌互建 英国金融时报 百分之5架指数 上涨了22点 涨幅百分之0.39%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小涨了0.84点 涨幅百分之0.02% 德国富兰克福指数 下跌了41点 跌幅百分之0.33% 那么累计呢 从9月30号到礼拜五的晚上啊 那么以欧美来讲 有三个交易日 台北股市还没有反应 如果整体来说的话 道琼三个交易日跌了 百分之0.36% 纳斯达克就跌百分之0.83% 那么S&P指数跌百分之0.43% 费城半导体跌百分之1.02% 而在油价的部分呢 则是重挫了百分之7.89% 百分之7以上啊 那么黄金呢 反而小涨了0.64个百分点 好 这个是金融市场呢 在过去几个交易日的一个情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天的早报新闻 川普借诊 现在呢 全世界在关心啊 几个重要的议题 那么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担心呢 会不会拜登呢 也被感染 至少到目前为止呢 拜登的检验的结果呢 是阴性的 所以呢 目前为止呢 他健康良好 那么没有被感染的迹象 那么第二个部分 大家关心的是 在经济的冲击究竟有多大 那么主要是要看消费意愿 因为这可能使得美国政府 从中央一直到地方 可能更不愿意解除一些禁令 然后同时呢 也使得美国的消费者信心 可能会受到冲击 所以第二个观察的重点 是经济冲击 不过第三个算是正面的因素 就是要看刺激方案 实际上上个礼拜五呢 美国股市跟这一个欧洲股市呢 之所以这一个会表 这个曾经出现过反弹的重要原因 那就是呢 因为川普确诊 所以使得纾困的急迫性大增 不只是美国众议院的议长呢 裴若西那么非常乐观 事实上就连以共和党为主的参议院 那么参议院的议长呢 都改口认为说已经是接近达成 纾困方案的结果了 好 所以这可能使得新一轮的刺激方案呢 通过的可能性比较大 好 这是属于正面的效应 那么第四个部分呢 则是看地缘政治的操作 中美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变得更紧张 或者是现在传出来呢 美国可能盯上了 是越南 好 那么美国呢 事实上也就在10月2号呢 宣布因为越南疑似操纵汇率 那么所以呢展开 美国对越南展开了301条款的调查 这个呢 是之前的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 这个关税呢 提高的主要的法律依据 那么越南现在呢 已经被 之前就已经被列为财政部 美国财政部的汇率操纵国的观察名单 那么越南央行上个礼拜呢 还第三度的调降它的利率 希望呢能够降低伊宁顿的升值幅度 然后避免呢影响出口 可是呢现在美国对于越南的这个调查 势必对于这个区域啊 整个东南亚区域呢都产生冲击 因为从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来 对中国大陆发动贸易战之后呢 越南是最大的受惠国 这也使得越南呢 已经成为美国全十大的贸易伙伴 而且呢它的逆差呢 已经是大幅度的增加 目前仅次于中国大陆 墨西哥还有瑞士 然后排名第四 一到七月的这个贸易利差呢 就高达了348亿美元 好这个是地缘政治操作 另外当然股市跟美元的走势呢 也都是外界呢 所关注的最重要的一个重心点 那这里面呢也当然包括了 就是川普他的病情究竟是如何 那么川普呢 在他的白宫幕僚长啊 那么承认说川普现在的情况 确实让人担心 未来四八个小时呢 是主要的观察点之后呢 听说他非常的不满 所以呢就亲自入自了 四分多宗的推特说他好多了 而且呢未来几天是关键期 那么很重要的是呢 他应该会很快的就会脱离险境 并且回到这个白宫 好这个呢当然却川普看起来 确实病情不能够小觑 情势没有那么样子的乐观 好那么这个呢是几个川普效应 所产生的冲击 今天呢亚洲市场啊 势必呢还要再观察 那么另外呢我们要看到的是 事实上在川普染疫的消息之前呢 美国的非农就业报告就已经显示 美国的经济复苏 似乎呢都已经是来到了瓶颈了 美国劳工部在上个星期五所公布的 9月份非农就业人口数 只有温和的增加66万人 这个人数呢远远的不如 8月份的增加148万9千人 因为不要忘了 4月份的时候呢 就减少了2000万人的就业 所以呢尽管5、6、7、8、9月呢 都在恢复增加就业人数 但是现在就业人数增加的速度 越来越缓 所以呢使得美国的就业市场的 恢复状况呢越来越让人担心 好美国的失业率呢 在上个月呢降到7.9% 不过这比预期要来的高了一些 那而且劳动参与率呢 降了0.3个百分点 来到61.4% 平均时薪呢 只有月增0.1% 这也比预期要来的差 所以呢现在看起来呢 那么美国的就业状况 确实是让人担心没有办法继续的快速好转 好另外呢美国第三季的这个公司企业发债的规模 再创同期新高 今年上半年的发债呢 已经创了历史新高 现在第三季统计的结果 不论是投资级或者是垃圾等级的公司在都创了同期的新高 另外呢欧元区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又出现了负值 所以呢看起来欧洲央行呢面临了更大的压力 必须要采取更多的这一些刺激的政策 那么另外呢全球的就业市场暗淡 包括了美国所公布的9月份的就业出现了成长趋缓 而英国呢即将要结束他的无薪价的补助计划 而德国呢也暂停执行破产的期限呢 也即将要到期 所以这一些临时的这一些防止失业产生冲击的一些法案 都即将到期的情况之下呢 现在就业市场恐怕全球的复苏呢都会受到拖累 因为就业市场暗淡而拖累了全球的经济复苏 而现在川普染疫呢又使得美国的消费信息呢 可能受到冲击 好那么今天呢那么台北股市当然可能会反映川普染疫的一个影响 不过到目前为止啊 那么刚刚开盘的美国的期货的电子盘 不论是道琼 S&P或者是纳萨克 那么其实都是上涨的 那么这个礼拜呢另外要注意的是台北股市当中的大立光要举行法说会 而下个礼拜呢则是台积电要举行法说会 好所以股王跟权王呢下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呢接力法说会能不能够呢 这个从燃这个市场的信心啊 那么这个是观察指标 另外呢瑞税投资呢瑞税证券 因为看好iPhone即将要出货 所以呢认为iPhone有可能它的出货量呢 今年跟明年的出货量都上修 今年呢从1.99亿只上修为2.12亿只 对于这一些这个苹果概念的相关公司呢 应该是属于正面的消息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中西因为被禁的关系 所以现在预测台湾的相关的这一些公司呢 它的转单效应可能呢是相当的高 好这些呢都是这几天的一些讯息 今天台北股市如何看待马上回来